思想和情緒,這是對我們很重要的 其實很多人的困難都是不開心 負面思想,其實負面思想帶來情緒 情緒影響一個人,其實情緒已經很大 一個人沒有心機的時候,譬如剛剛 一個人失戀的時候,你跟他說什麼話都好像沒有用 就算他多信耶穌,在那一陣子他都很難捉實 當然他如果信靠耶穌,他盡快可以起身 但是多一件事打擊的時候,實際是很難的 而聖經告訴我,很重要的 即是我們能夠保守我們的心在神裏 能夠有平安喜樂,不是負面思想和情緒影響 所以今天所說的,其實都是一些很實際的 可以形容出來的,真言四人二十三節 有經文一起讀,你要保守你心,聖獲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這裡不只是保守你的健康,健康是否重要 很重要的,但這裡說,哪一個更重要的 心,因為為什麼呢? 有些人沒有健康,他的心開心 他都有力量的,有些人有病,但他可以開心的 但有些人有健康,不開心的 還有他有錢,有事業,都不開心 有沒有這樣的人?有 有些甚至是很成功的人,居然會自殺 當他很成功的時候,即是說他有一切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心 而針言十七章二十二節就告訴他 我們的心怎樣影響我們?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屎骨枯乾 即是說原來喜樂就有力量了,是良藥來的 即是就算你有病都是醫好的 神是會一步一步醫治 我們都有些人是面對幾嚴重的問題 但我有信心,靠著耶穌是一步會提升 我們很明顯有些很嚴重的情況 然後站到之後,有時即刻改善 有些是逐漸改善,其實是很好的 很嚴重的情況,能夠逐漸改善 我們就感謝神,神一步一步醫治我們的 即是喜樂的心,當你每天都喜樂 一路數算神一年,你都是感謝耶穌 其實我們每人都有 其實看你們都肥肥白白,是吧? 即是你都有醫有食,是吧? 應該是可以有開心的地方 如果你想想現在的那些中東難民 哇,他見到你,他會說 你就好啦,我是你就好啦 你說,我又覺得別人好些 其實你有的東西,你感謝呢 你已經是很開心的 然後敷乾,憂傷的靈就怎樣? 屎骨敷乾,整個人都乾了 即是很淒涼的 如果你的情緒,其實情緒我們人都有 不過是管理,是要管理 當你管理好的時候 這裡周圍有不同的情緒 不過問題,任何一樣都是殺手來的 是吧?任何一樣 憂傷啊,憂傷啊,怒躁啊,懼躁啊,懼怕啊 全部都是殺手來的 首先要明白,情緒問題呢 是影響全身的 你有沒有發覺,一有情緒,一有什麼消息 立刻吃不到東西?有沒有發覺? 即是影響消化系統了 長期有壓抑的人,用了心臟病啊 很多爆血管的人都說長期壓抑,長期憤怒 皮膚是不是沒有什麼彈性啊? 呼乾啊 呼吸,當一個人很激氣的時候呢 呼吸都不好啊 還有長期的時候,他好像很武器啊 荷爾蒙有沒有聽過一些人呢 情緒的時候呢 那些荷爾蒙失調,整個人呢 很瘋倒啊 排泄啊 去不到洗手間啊 去洗手間是一件福來的 去到的人呢 有時候不覺得是福啊 去到是福來的 因為我在醫院曾經見過一些病人 是要搗著一個大麵包啊 他所有吃的天都不能夠乾的 一定要,即是應該說 喝很多水啊 讓他可以出到一個大麵包 因為原來我們的肛門是一個禮物來的 有些人說肛門是一個禮物呢 沒有肛門是很慘的 因為他那個肛門有事呢 就要搏一條喉出來的時候呢 是不能控制是很慘的 所以當一個人有情緒問題 都影響他排泄 還有肌肉有問題啦 神經有問題啦 腦也都有問題 很多人呢,情緒有問題,對不對? 情緒問題會不會加速衰老啊? 一定會 因為他影響整個人 所以其實情緒是整個人影響 你可以這樣想像 你全身那些管道呢 因為情緒問題呢 他就好像收縮啊 不通暢啊 那整個人就會有問題 但是呢 耶穌是幫我們的 那首先呢 那首先呢 我們要知道的是 思想影響情緒的 就是負面思想 帶來情緒的後果 加拿大太書六章八字一起讀 順著情緒殺種的 必從情緒收敗壞 就是說呢 順著情緒 即包括所有罪的聖情 罪的聖情帶來什麼後果呢? 敗壞即破壞成立 就是說所有我們的 聖情帶來的東西 這些負面的思想 就會帶來破壞的 那左手邊呢 就是負面思想 就會帶來情緒 為什麼這麼多人有情緒呢? 因為他有負面的思想 他說 哎呀做人很難 當一個人說 做人很難的時候 他的情緒會怎樣 好而不開心 是不是? 神都不幫我 這個是思想 其實是神幫他 不過他說 神不是這麼快要我 有時他覺得 好像神沒有要我 神其實有他的時間 有他的方法 一步一步意志的 或者覺得 我做不到 我沒用 我放棄了 人對我都不好 我想死了 這些不同的意念 其實都會帶來激氣怒吵 煩惱的 思想是影響我們的情緒的 而這件事呢 聖經其實有講的 待會我會給大家看經文 那些科學家 那些心理學家都發現 這件事呢 就是思想影響我們的情緒 那他有個叫ABC理論 就是一個情緒管理ABC A呢就是activating event 就是引發他情緒的一件事 B呢就是believe C呢就是consequence 後果 就是說呢 當件事發生的時候 他的信念覺得他緊要 他的後果就會很不開心 那譬如說 兩個人 都是同樣有病 一個呢就說 人生有病的 不要緊要 那他就會看得很輕鬆 但另一個 哎呀我又病了 明天不上班了 哎呀好慘啊 死了 上班的時候 又堆了很多工作 當他這樣想的時候呢 他就會很害怕 那你試過 有沒有試過失眠呢 你又想睡覺 那心就想著 死了 我今晚如果睡不到 我明天上班了 我做不到事 你就越想 然後你越睡不到 就是說 信念 覺得他很重要 睡覺當然很重要 但是你越覺得他緊要 你就越睡不到 但是如果你說 不要緊 就算我睡不著 我就算 明天都可以有精神的 那你這樣想 就鬆了 就是那個人輕鬆了 那時候呢 你明天的後果 就是你睡覺 那個情況就沒有那麼嚴重 還有如果你睡不到 這個方法 我發覺很有效的 就是你起床放鬆 一路享受神 你愛我的 多謝天父 感謝耶穌 享受神 一段時間 半個鐘頭左右 或者二十分鐘左右 你發覺你上床 睡覺容易很多 聖經都有講到 不好的意念 產生不好的情緒 就是說 這個思想 信念就是思想 信念就影響我們的情緒 而聖經都有講到的 路加福音六章四五節 善人 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 從他心裡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來 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 就說出惡 即是他心裝著什麼呢 他就出什麼 他心裡面有些什麼 他就會彈出來 當一個人裡面是不好的意念的時候 他就會不好的說話 不好的說話 就會令到他激氣 人又激氣 即是他裡面的思想 就影響他的情緒 整個人都受影響的 不單是應該的言語 也都影響全個人的 還有馬大 但路加福音十章四十節 馬大呢 他呢 他是思慮繁擾 其實他兩姐妹 我不是說 其實 馬里亞都應該幫馬大 即不是一定說 他應該聽耶穌說話 但是呢 他就選擇了聽耶穌說話 他就不會幫他姐姐手 那 這件事是他的選擇 當然我都覺得 馬里亞是可以幫他的姐姐的 不過他姐姐不對 就是他為這件事 思慮繁擾 思慮就是什麼呢 思慮就是思想 思想跟著繁擾 即當他在想的時候 為什麼我妹妹不理 為什麼我妹妹不理 他在想 他就很繁擾 很激氣 其實 他們兩個一起做 然後一起聽耶穌說話 都可以的 但是呢 在這個情況 馬里亞選擇了這件事 這件事是好的 是有福的 聽耶穌說話 不過他們那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外賣 即可能說 我們都做不到 不如我請人 或者請個人來做 在他經濟的情況下 我不知道行不行 但是呢 總之 思慮好沒有 其實一件事發生 既然發生了 越猛就越不好 在這個情況 如果馬大可以怎樣做 她說 我姐姐聽耶穌說話 都是好的 都是改變她生命的 祝福她的 她有一種輕鬆的心態 或者她可以這樣說 來到 來跟耶穌說 因為她 她有控訴耶穌 她用什麼字 控訴耶穌 她用什麼說話 控訴耶穌 哪一句 你不在意嗎 你不記得嗎 你不看到嗎 你沒有放在心上嗎 其實她可以這樣說 主啊 我真的很忙 可不可以請我妹妹來幫我手 她請她就沒有問題 但是她很懶 她說 主啊 她不來 你不在意嗎 其實她就 懶惰了 有些事 達不到的時候 我們需要懶惰嗎 越急就越懶惰 越懶惰 就情緒越受影響了 還有很多時候 錯誤的信念 其實我給大家看到 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信念 錯誤就會影響我們的 譬如 這裡是一些錯誤的信念 也都是一些謊話 很多人信了謊話 什麼謊話呢 情況不好 就要煩惱了 事件不順利 就要煩了 是不是很多人都這樣想的 這樣當然要煩了 他用一個當然的 這樣當然要煩了 就是好像必然的 是不是必然呢 不是的 其實我們可以處理的 另外 人不好就要罵 是不是人不好一定要罵呢 是不是罵他一定改呢 不是一定的 但是很多人相信這句話 人不好就要罵 這個就是他發脾氣 發脾氣 然後又影響自己 影響對方 還有很多人也有另一個說話 就是 罵人就得勝 而且越大聲就越得勝 這些也是謊言 當他越相信 他就越容易大聲 人家大聲 他又再大聲 不夠大聲 找一件事 扔桌子 這樣的時候 他就覺得大聲一點 還有一些錯誤的觀念 就是 蠢人沒有弱衣 就是看少人 當他有這個信念的時候 就影響他的情緒 他就說 他第一方面 就是見到別人蠢 他就生氣人 看少人 第二 他自己覺得 不夠人厲害 他現在覺得 他自己比他厲害 他就很開心 怎知道有個人比他厲害 的時候 或者他自己發覺 咦 他有點蠢了 他又覺得 很自責 好了 還有呢 這是另一種信念 就是 見到人這麼壞 我真的不喜歡他 亦都不喜歡自己 很多人就會這樣 這種思想 影響他整個人 整個人都不會開心 我想問大家 你喜歡不喜歡自己 會音是比較細聲 也不是很大聲地說出來 例如 如果問 你喜歡上 不是現在上 喜歡天堂 你們 喜歡天堂 喜歡天堂 很肯定 是吧 但你喜歡不喜歡自己 喜歡 喜歡 但為什麼有時候 人會有些保留呢 我不夠好 是吧 覺得自己不夠好 就 沒有qually 那就不喜歡自己 會有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 亦都是影響的 如果我們不喜歡自己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發揮 那又不是 我都以為是有很多問題 但這些問題 總會改善 靠耶穌總會改善 有一步步的改善的時候 就已經是越來越好 我們要相信這件事 就是這些負面的思想 可不可以融入他留在心裡 不可以 但是很多人 是裝滿了 人真是壞了 這個社會真是壞了 人真是不好 哎呀我自己都很慘 這種思想在心裡 這樣的時候 就影響整個人 當人長期有這種負面思想 就會長期有負面情緒 跟著 第一 開頭那幅圖說到什麼 全身這麼多的器官都受影響 還有很快的衰老 所以我們其實很需要 很需要處理的 還有呢 除了衰老之外 另一件事就是情緒病 有很多人因為這樣而發生情緒病 任何負面的思想 長期留在心裡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有沒有一些 急啊 懵惰啊 不喜歡某些東西啊 不開心啊 長期在心裡 我們要留意這件事 我自己很留意這件事 我盡量留意 我一起來我就感謝神 我整天盡量在這個狀態 因為我不想任何人影響我 我不想將來你看到一個耳目 是很行的 我不想我變成這樣的人 我想我天天都是充滿喜樂平安的 你想不想啊 想 因為長期這樣呢 是會有情緒病 慢慢呢 不知不覺就會走出來 當你一有了情緒病 甚至去到精神病 是難回頭很多 未去到那個位 都可以醫治 但去到那個位 一樣神可以醫治 不過用的時間長很多 困難很多 那你想想去到那個位 不想啊 所以天天都說 神啊 我處理我的思想 那什麼思想是正確呢 我只會講一些錯誤思想 什麼思想是正確呢 聖經講的那些 聖經講 神愛我們 神關心我們 神陪我們一起 但有些人呢 選聖經就選了那些 是神同那些 不悔的人講的說話的 你著重罪孽呢 神就不會聽你的祈禱 有些人經常想這句 神就不聽我的祈禱 我懂得 起碼有兩個人 他就專門找這些經文 他就總是找到這些東西 他就會告訴我 但是我著重罪孽 所以神就不聽我的說 那我希望大家呢 這些說話是給那些 不悔改的人的 那你當你悔改的時候 你就觸實 神是天上都怎樣 一個做人悔改怎樣 天上的使者 都要一起為你開心的 所以我們每天都將 正面的思想 正面的情緒充滿自己 但是這件事呢 是有個過程的 首先思想容易一些的 好了 那首先我想說呢 就是人是會有自然反應的 那這個自然反應 都是由我們的思想來過 一個信念影響我們 譬如有人罵我們行動 這個人就會反應了 你看看他的表情 是不是很不開心這樣 那他的信念是什麼呢 覺得人家先罵我 我就跟著怨恨都是應該的 是不要緊的 是正常的 那時候呢 這個就是他的信念 他罵我當然不開心 但是我們要明白 他罵我 是誰的問題呢 如果我沒有錯 是誰的問題呢 是他的問題 所以我要明白 這個他的問題 就算我有錯 他都不是應該用罵的 應該是尊重的 應該是幫助我們的 於是我就說呢 他罵是出了他的罪聲 我不需要給他影響 那雖然你怎樣方法 是另一回事 我們遲先講方法 但是我們首先明白 我不需要給他影響 這個是很重要 在我心裏面呢 我一發覺有什麼負面的思想 負面情緒 我立刻就說 我不需要有這個思想 有這個情緒 我立刻就會處理的 還有呢 就是個信念 覺得人家先發怒 我跟著發怒 就是用這兩張圖 這兩張圖 他廢 我又廢了一份 就是他罵我又罵了一份 是正常的 這個就是一個信念 現在我說出一些信念 大家會不會有這樣的信念 有人罵你當然會覺得 那當然是罵他 這個信念我們要放手 不是一定的 他罵我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一定罵的 還有呢 被指責之後 放在心上就自我控訴 即是說被指責 他的思想 接受了一套指責 心裡面就會自我控訴 即是受落了 基本上受落了人家的說話 影響我們的信念 當他說你沒有用 跟著你就說 哎呀我也是沒有用 那這個信念一進去 就會自我控訴 這些說話可不可以入心 不要 凡是負面的不要入心 凡是垃圾不要吃 凡是不好的東西 一聽到 立刻分辨 這個很重要 分辨 分辨不好的說話 立刻要抗拒 分辨內心負面的東西 要立刻抗拒 你裡面有沒有些 留下的負面的思想 和情緒 有沒有留在那裡 其實人人都有的 不過問題是 你處理多少 你越處理得快 你越快可以得到釋放的 好了 當人經常數算人的不好的時候 他以為他比人厲害 但其實 他裡面 這種思想 當他看人的不好 也都造成他 他自己覺得人不好的時候 他都會看到自己不好的 其實 講到九營聖鴨第一營 就講到一個完美主義 完美主義的人 看到人家的東西 很多不滿意 不過他也都看到他自己的東西 不滿意 他經常都會看到自己的不好的東西 心裡面很多不開心的 所以完美主義的人 不健康的完美主義 是會不開心的 完美主義可以健康的 神是完美主義 不過他很耐性 很有愛心幫我們 神是不急的 一直慢慢感動我們 我們可以追求完美 不過就不要用急躁的方法 還有自己承擔壓力 哎呀,很大壓力 當你承擔 當我要撐住 我要撐住的時候 也都是自己造成壓力 所以呢 我發覺一件事 在我來說 我比較容易受影響的情緒 就是急 或者想著要做什麼 因為我有很多事情想做 自從我發覺急 會令到心不舒服 我開始做了什麼呢 我就是神有他的時間 我做了多少就多少 我急 都不會快一點的 我急還反而 我的心要釋放 所以我就說不要急了 放鬆了 那我就一路放鬆了 一路洗管的時候 本來想著快點洗完 就去做事 發覺不行 那我洗管的時候 就是一路讚美神 阿里老爺 感謝耶穌 整個是這種狀態 就是急 心急 也都會有問題 或者承擔 我要做多少多少 也都是一個壓力 還有期望高 就會有失望 就是因為我們都很想 成為一個 就是什麼都做得好 什麼都成功的 但是當你 這件事是正常的 不過當你有這種壓力的時候 你做得不好 就失望了 所以呢 我鼓勵人 你一日進步一個% 那你已經很好了 或者你說0.1% 0.1%多不多 少少而已 一日就開始 感謝神 感謝耶穌讚美耶穌 那開始 那起碼都有0.1% 0.1% 1千日就已經可以了 多10倍而已 那就是1% 就是1百日 如果0.1% 就是1千日 都不是很難 所以呢 你自己說 我一進步些少 已經很好了 行不行 我進步些少 當然我們可以進步多些 不過意思就是 不要給自己有壓力 還有另外一些錯誤的看法 他錯先 其實我做的是什麼 我想讓大家看到這些錯誤的想法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就有這些自責 自責人 被人影響 覺得理所當然 搞不定 就是這些思想模式 我們要學清理 另外一個就是他錯先 我就要記怨 應該是不好 那就 有個名單 他不理我 他的態度不好 他忘記我 這個女人的眼神 這個男人也是不好 男人先不好 就不關心他 接著這個女人的眼神 真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被人這樣看 就是 為什麼你會這樣 那個眼神 是令你很不舒服 那其實 好像他說 這個男人的錯 但是其實 那個女人 都自己受苦 當他經常都數算對方的時候 他有什麼欠惡 他有什麼做得不好的時候 他都受苦的 還有匆忙 又是有壓力的 是不是 匆忙 那隻鞋 本來平時穿得進去 為什麼穿的都穿不進去呢 急的時候 為什麼做的都做不到呢 穿褲的時候 為什麼穿在前面 和後面呢 為什麼穿不上腳呢 匆忙的時候就有壓力了 我們其實呢 什麼事情都要學習 輕鬆 輕鬆不代表說 我不進步 我要進步 不過 不要給自己壓力 這個負面思想 很多人不知道 什麼叫負面思想 為什麼呢 他一口一出就是 哎呀 你壞啊 什麼不好啊 總是一出就是講到什麼不好的 這樣的時候呢 他是更加辛苦的 貼上我們現在前書 五章十六到十八節 要常常喜樂 不住的討告 凡是謝恩或者是神 叫我們整天謝恩 正先我們起初唱首詩歌 數主恩典 整天都數算 主的恩典 一日都要數 別能叫你幾額立時樂歡呼 就叫我們能夠歡喜快樂了 哈利路亞 時事數算神的恩典 經常感謝神 還有呢 提摩太詞書六章八節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之俗路 我們有 我們就感謝神 我們有健康 我們有聰明智慧 我們的IQ都不是 不像蝸牛的IQ 我們 IQ高於蝸牛 感謝神 哈利路亞 還有呢 無意或者潛伏的負面意念 亦都會帶來傷害的 即不是你故意啊 但是已經潛伏了在裡面 就需要 醫治的 那這個 遲點我會講到 怎樣逐步將你潛伏的 負面的情緒去醫治 是我們天天要做 我們自己可以做的 還有抗拒神 這個抗拒神 有些人說 我沒有抗拒神 我都信耶穌 但是心中覺得 又要祈禱 又要看聖經 又要回教會 對於親近神 覺得是一種 好像一種重淡 亦都是一種 負面 對神不喜歡神 其實呢 親近神你用的什麼心態呢 親近神就是享受神 活在神的愛中 享受神 你每次祈禱 你就不要說 我又要祈禱多久 以後我享受神多久 當你習慣了的時候 你就會 即你在這裡想想 神多好多好 你就會享受親近神 你就會越來比神充滿和醫治你 師篇十六篇四節 以別神代替的話 他們的仇苦必以加憎 一定是很辛苦的 別神 可以不一定 不一定說 那些人拜觀音 可以就是 心裡面緊張自己的東西 多過神的時候 就會影響我們了 而那個人 如果裡面充滿了這些受傷 不搖樹 低沉 很慘 因為它這些全部有傳染力的 全部有散播能力 和它全部都有一個勾的 它不容易走的 它勾實來的 不放手的 你有沒有發覺 它不容易出來的 所以這個需要處理 但是靠耶穌 是可以一步一步處理的 而我們有垃圾就需要處理 因為人心被曼脈都詐 我們裡面有很多不好的東西 很多這些罪惡在裡面 就是一些垃圾 那這些垃圾怎樣清理呢 譬如明明在生氣的人 你就說 就是用聖經處理 它是有錯的 不過聖經教我以善性我 聖經教我體恤人 憐憫他 為他祷告 祝福他 這樣的時候 你就選擇 當你這樣做 你不是 不是他贏了 有些人說 那我很不值 他明明欺負我這麼多 我還要善待他 還要對他笑 就是覺得很不值 但是當你說 其實 他做得不好 其實他不值 他要面對神 更加不值 如果我因為他而受傷 而我又被他影響 而情緒上影響 我更加不值 所以我就學習怎樣 我就學習搖恕他 祝福他 心放鬆 這些垃圾 不要再想他的東西了 凡你發覺想到的東西是不好 就不要想了 你能不能做到這件事 有沒有發覺你在想一些不好的事 不要想了 不要想了 但有些不是這樣的 整晚想的 天天夜夜想的 我希望大家學到這件事 就是不好的事 不要繼續想了 這個螺旋式的下降 螺旋式下降是怎樣的 首先一 第一 負面思想 或是情緒 第二 不處理 他不開心 第三 自我批判 我很沒用 又不開心 又煩惱 第五 負面看人 又看自己 第六 就會說了負面的說話 第七 有失敗感 覺得自己不好 第八 粉細疾俗 第九 變得憂鬱 就是他一路忍忍忍忍 凡這些事情 會不會越來越好 當然人有天都會想一些不好的事 會不會越來越好 一定不會的 一定变差,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是敌人 我们一起说,负面思想和情绪是敌人 恨人是敌人 负面看人是敌人 不要恕人是敌人 烦恼是敌人 猛烦是敌人 紧张是敌人 我们放下这些,有耶稣就可以了 这也是一个恶性循环 甚至不喜欢一个人 纷纷不停,很激气 有时小朋友都会很生气 小朋友是比较容易放手 但是这个养成,小时候已经生气人 是不好的习惯 有些小朋友小时候已经生气人 一直都是这样 记怨,记住他的东西 然后抗拒他的人 心里面有苦毒 好像毒药,令到他的心里 装着很多不好的东西 就很想报复和攻击 这些是需要什么 等什么时候化解 要等什么时候化解 马上化解 立刻要化解 即是当你发觉 你一生气的人 立刻要化解 有人对你不好 你立刻要化解 为什么人容易有负面情绪呢 第一就是 罪性情 因为我们有罪 所以我们自己生的 自己生的负面情绪出来 第二 周围的人都有负面情绪 你发觉 其实 不信耶稣的人 很容易有负面情绪 但是信耶稣的人 没有处理 一样有负面情绪 甚至有时候 教会看到的人 都会有负面情绪 譬如有些什么 一不顺意 譬如你碰撞他 如果人家没有说了 对不起 他立刻就生气了 这个就是一种 立刻的反弹 就是他们好像习惯了 第三 就是觉得负面情绪是正常的反应 就是觉得是正常的 应该的 但是我们知道 这是罪性的反应 第四 有些人觉得负面情绪 太难处理 处理不了 很难很难 而第五 他就说 他推卸 我生来就是这样 我出生就容易发生的 我改不了 这个也是一种大话 在耶稣里面一定改得到 而且不相信耶稣帮到他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相信 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性情 不要被罪性情控制我们 第二 周围的人是这样 我分辨他是有罪性的 我就不受影响了 第三 负面情绪不是正常反应 是罪性的反应 第四 靠着耶稣 就算你的负面情绪有这么多 你不能立刻改了 你改变少 已经是进步 就不要说不改到 你改变少 你改变少 已经是进步了 一路一路 改变已经是好了 还有呢 你生出来是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 后天影响 不过也都有时候 有些父母营养不良 还有也都有时候 妈妈拖个BB的时候 整天不开心 他整天激气怒嘈 是会影响 那个BB 那个维园因子不健康 当他不健康的时候 他身体不健康 是会影响情绪的 其实我们就算成年人 也是 如果你长期缺乏 某些营养 你吃得不健康 这样的时候 你的情绪也会容易受影响 所以这个 不要推卸 我们改变了多少就多少 还有耶稣真是能救的 而香港五分之一的人 都有情绪病 其实很多 我们周围的人 你碰到其实有很多 不过有些不出声 而我们明白是一个折场来的 罪性情和新性情在打仗 我们要明白 就不要说 应该是要顺从我的罪性情 我应该要发怒 你知道它是敌人 就是分辨它是敌人 而新旧性情在打仗 即是里面在不断的争战 而神的恩恋如何帮我们 如何处理这些负面的思想 第一就是 我们一起读这个绿色的部分 神极美善 我为人预备意想不到的恩恋 就是说 神的恩恋是意想不到的 高龙多前书二章九节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 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有未曾想到的 很多基督徒对这些经文就不记 对那些人的不好的事就记 我们要记实 神为我预备的 是眼睛都没有看过 耳朵未曾听过 人心未曾想过 是想都想不到那么好的 即是好到不得了的 但很多人就想到神 就不会想到神是好到不得了 当我们深信神是好好的 祂给我们是最好的礼物 这样的时候 你里面的思想就改变了 神给我很多好东西 经常看到神的好的东西 你越亲的神就越多好东西 越亲的神就越有力量了 还有呢 这些都是加征我们对神的信心 神做事我放心 这个是神给我的信心的定义 神做事我放心 如果有一个很可靠的人做事 你信不放心 你会放心 因为你知道他可靠 而神是很可靠的 诗篇37篇5节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华 并以靠他 就必成全 神一定成全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是掌管一切 他一切都掌管了 一切发生的事 是不会有任何的偏差 不会有一秒钟的偏差 他全部讲到发生的 都一定发生的 所以神要医治你 一定会医治 神一定一步一步医治你 所以 你放心 就没有那么猛 不会激气了 那些人就松了 还有他的所做的 是超越我们想象的 《以忽所书》三章二十节 神能照着混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匆匆足足的成了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你所祈求 其实神有个更好一点的 但有些人就觉得 神没有给我我想要的 有时那样东西未必是最好的 神就会将最好的给你 只要你亲近神 神就将最好的给你 我信主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会得到那么多的教育 我想都想不到 那么多东西 神给我一样一样的机会学习 一样的机会 给我接触不同的人 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 在我接触的层面 见过很多不同的东西 都是神给我预备的 在我家 其实我们家是一个贫穷的家 但是神给我有这么多的机会 甚至我爸爸在马会做工 这个东西带来很多不好 因为他赌博 但是带给我好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都是神预备的 因为马会就会有马会的学校 有马会宿舍 就算钱都赌了 都有宿舍住的 那些钱都赌了 有马会的小学 就是不用交学费 还有我们读中学的时候 也都是收到作学金的 这样的时候 就比我能够一路读 一路读上去 这个都是神的恩典 否则可能我一早已经没有书读了 当家人不经常赌博的时候 根本已经没有钱去读书 但这个都是神预备的 那就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 哈利路亚 神在你前面 会不会为你预备一些 你想都想不到的东西呢 会的 是Pleasant Surprise 是开心的Surprise 不是那些不好的Surprise 是开心的Surprise 是惊奇的 是开心的 还有神会照顾我 如果你有个小孩 你会不会照顾他 例如你会不会去山坛 你自己爬吧 他自己睡了一觉 这个小孩爬的爬 会有什么后果 没办法想象有什么后果 诗篇33篇18节 耶路华的眼目 看顾敬畏他的人 仰望他前华的人 他一定看着你的 你仰望他 他一定看着你 所以呢 这些信念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就是没有这些信念 对于神呢 觉得神不是那么好 这几个信念很重要 他说我预备眼睛未能看见的 是想都想不到的 是超过我所想所求的 是他一定看顾我的 这样的时候呢 你的心就不会担心了 还有神会兴起人 就算你说 死了我的知识不够好 不要紧要的 高临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 神却简选了世上如绝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简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有些人说我IQ不够人高 我什么不够人高 我们就会害怕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 我在黄仁书院 那些同学真的很厉害 我还记得我在荒奔的时候 进去 我就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有一次有一个字 其实我小学已经念熟那些 那些过去识 和那些past participle 但是那一次就记得了一个字 那我就问我老师 这一个字是什么字 我查字也查不到 我老师说 这个是past participle 所以你查不到 跟着呢 有个同学 当他我问的时候 他就回头看一看 就是说呢 这样的字也要问的 有没有搞错 那种感觉是好不好 因为他们其实很厉害 我们这一行同学是很厉害的 他们也是在家里很大的努力 去帮助他们 就是全部都是最优秀的学生 在这个情况 有时候我觉得好像不及他们 但是神为我预备是更加好更加好的 那其实里面 我都 就是我不是说在一个经验里面 是不好的 就是其实其中一个经验 其实有很多好的地方 在我们学校 其实有很多好的地方 我们那一届的同学 是这么多届的黄人 是最多活动的 一起呢 我们找回很多的同学 我们很多时候一起活动的 互相的帮助 互相的祝福是有很多的 那这个是我其实很欣赏的 不过我只是说一个这样的经历 就是说 当我们不够人那么厉害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 好像不及人 但是这个经文说什么 你愚蠢不要紧 神可以使用你 叫那些智慧的羞愧 就是他明明聪明过你 但是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更加好过他的 还有呢 神的计划没有能够破坏的 诗篇118篇6节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没有人能够搞定 就是影响我的 因为神托着我 神帮我 我必不懼怕 这些经文是帮我们的信念改变 当你的信念改变 你就可以一步步帮助你的情绪 你知道神照顾你的 那其实体性的 你试试留意一下 这些那么好的经文 就用一支笔间纯 念了它 让你可以 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OK 这个经文我们跳了 还有呢 神是赏赐 就算你给一杯凉水 因为你是属基督 给你一杯水喝的 实在高神门 不能不能赏赐 就是说你为主做任何小事 神都喜欢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侍奉神是很开心的 那我都希望 求主帮助 兴起更多人去服侍主 去帮助其他需要的人 那我们服侍主的时候 就算你做了一点点 神都会欢喜你的 神都会喜悦你的 神会欣赏的 那其中一个神给我的方法就是说 如果痴善老骂你 你会放在心上呢 你不会的 因为你知道他痴善了 那所以同样 我们可以不放在心上 有罪人所说的话 罪人说的话 我们先和他划清界线 但是同一个人 不要划清界线 同一个人我们要祝福他 但是他说的说话 他这句说话 你愚蠢的 不要紧 这句说话在空气中消失 这句说话呢 完全没有权并的 他说完 你会不会立即愚蠢了 立即IQ跌了30 会不会呢 不会的 你一样有IQ 但如果你给他影响 你IQ真的会跌的 人的情绪影响 是IQ会跌的 那你就说 这句说话我不受影响 但我同时祝福他 那用的方法是怎样呢 你不要说他蠢材 你直接说呢 蠢材的说话 我不用理 大家可不可以处理到 如果你走过 有个傻佬骂你 你会不会生气一年 一定不会 因为很快就会觉得 哎呀 不要紧了算了 那同样 人 罪人说的事 我们可不可以放手呢 用同样的方法 不要紧要的 但你不要 你不要说他傻 你只是说 他的说话 出于他的罪圣情 他有他的圆弱 由得他呢 他说的说话 那这个是神给我一个方法 还有分辨到 这些是魔鬼的火箭 你用信心的腾牌 阻挡 耶稣爱我的 我不需要受他的影响 还有负面的声音 只能留一秒 在空里之中 其实没有几秒 是零点几秒 只能留在那麽短的时间 但可以留在我们心中很久 那我们就 我不再留在心中 你留在过往的那些 伤害 那些负面的 将它挖出来 就是说 神啊 这些说话不要紧 那我会说到 怎样处理 还有人对我不好 神都会祝福的 比如 《创世记》五十章二十节 圣经说到 一个受苦人物 其中很重要就是 弱失 他被他的歌出了 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 但是呢 神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好的 要他救很多人 去到埃及 怎样才成为了宰相 就是人对你不好的时候 反而你可以祝福很多人 其实当我经历圣年充满的时候 传统教会接受不了 但我发觉反而 为我开更大的门 我的事奉更加大 更加有目标方向 所以我就说 神为我预备的 是更加好的 还有 污脏水 留不留在身上 不要留在身上 人说的话不好的 不要留在身上 全部不要摇 垃圾呢 将它倒出来 不要反复思想 怎样帮我们处理负面情绪 这才是说到负面思想的 现在这个负面情绪 怎样由他在神里面 起落的 看圣经 和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一醒了 立即赞美神 立即亲近神 诗篇十六坚八节九节 讲到 他将耶和常摆在他面前 接着他怎样 我的心 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你有没有试过赞美神 觉得开心的 赞美耶稣 感谢天父 阿里路亚 如果有时你觉得 心的锁不开到 你试试开声 那时候要开声的了 你说这个地方可以开声的 如果真的没有地方 关上厕所门 在里面小声说 哈利路亚 耶稣在爱我的 耶稣在祝福我的 小声说 或者去到一些 另外的地方 郊野地方 他大声说 耶稣你在爱我的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这样 耶稣陪着我们 一醒了 立即相信神爱我们 和亲近 即是立即亲近神 一起读 感谢神在爱着我 神陪着我 神定义要祝福我 神帮助我 我解决所有问题 这种呢 就是恩典的祷告 宣告神的恩典 神在爱着我的 你可以加上感谢 感谢神在爱着我 感谢神陪着我 这个就是恩典的祷告 下面这里呢 这个呢 就是恩 回应神了 敬拜赞美 一起读 敬拜赞美 爱慕感激 就是贴着神 贴着神 就是贴着神 需要神 那这里呢 第二那里呢 就是说到 对神的回应 第三呢 就是处理情绪 一起读一下 因为神爱我 我就可以轻散平安 我就不需要烦恼 发怒 低沉 绝望 我可以喜乐 有盼望 有力量 享受神 那怎么用法呢 你这样跟自己说 耶稣在爱着我 耶稣为我预备 是眼睛未曾看见的 人心未曾想过的 我呢 可以开心 我可以有原因开心的 我侍奉主神是喜欢的 就是时时用这些正面的说话 并且告诉自己呢 我可以开心的 我可以笑的 哈利路呀 当你笑呢 真的个人会松一点的 笑的时候 放松的人 哈哈哈哈 感谢耶稣 你去找一个地方 你可以笑的 如果你不是 你去找个公园 有时候那些地方 总的那些地方没什么人的 你去走的时候 感谢神 哈哈哈哈 我感谢耶稣 可以享受神 神赐给我们 其中一个礼物 就是笑 整天都说 其实我可以开心 那你可能 不是立即变得开心的 不过你 一直告诉自己 我可以轻松一点 可以轻松一点 哈利路呀 可以动一下自己的人 其实身体是有帮助的 就是身体呢 动一下 感谢耶稣 我可以轻松的 可以放下重担的 那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需要去操练 需要去做 最重要就是说 我不需要留在 这个负面的情绪里面 那就是我说 这个土共面包 是我今早祈祷的时候 神给我立即做的 神给了我这个意念出来 这个意念呢 这个意念呢 初头没有面包的 没有那么快的 就是说呢 我很多的意念 关于祈祷 我怎么组织 就是我祈祷的时候 就是这个意念 怎么组织呢 那我就 就是有几样 我是想到的 但是我怎么组织呢 其实初头想到的时候 不是跟这个次序 但是后来呢 在相对损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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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呀损呀损呀损出 几个字目出来 fred 初头 呢找到是 不是 初头订到 Bead B-A-D的 就没有个R的 又后来想到 个 bread 的时候呢 那我来告诉 我讲给Shirley 当然是bread 好 生命良 耶稣为我们生命良 一起读一读 好不好 Burdenless 在神里无重担 Relax 在神里轻松 Enjoy 享受神 Appreciate 感激神 Delight 喜悦神 就是几种心态 你不用自己念书 没有重担 就是你自己提自己 我已经没有重担 没有烦恼 耶稣帮我的 你发觉全部都有什么字 每一个 全部都有个神字 在神里面 我就没有重担 因为耶稣帮我的烦恼 就是不好的人 困难 全部都可以放手 然后 Relax 在神里面 我可以轻松 不要紧的 有一句说话可以多些说 是什么 刚刚我说完 不要紧的 不要紧的 不死得的 没有所谓的 我们可以改善的 不要紧 轻松一点 人家的衣服就Enjoy 因为你祈祷的时候 发觉有平安 轻松 你就享受 这样的时候 你祈祷就不会觉得有压力 我都告诉大家 在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有些时候祈祷的 我真是没有时间观念一路去的 但是有些时间总是会看一个钟 因为有个时间观念 我什么时候要做事 我用的方法就是教导钟 就是放松的人 等我不享受 就一直享受神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我发觉是真的很好 有时我 譬如我 早醒了 早醒了 我就站起来祈祷 祈祷放松的人 祈祷 一路享受神 一路享受神 一路 一路想着神爱我的 一路想着 神就爱母神 有神爱我的 这种心态很轻散的 在祈祷的时候 跟着我睡了上床 很快睡得回 而且睡得很好 我发觉 原来在神的同序 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感激祂 又喜悦祂 喜欢祂所做一切的事 那你将它混合 这几样东西 其实最主要的 如果说到最主要的是喜悦神 喜欢神 享受神 这两个是最主要的 大家可以记得 D和E是最重要的 Ed 就好像education Ed 享受 喜悦神 于是我享受神 如果你记不得那么多 我喜欢神 所以我享受神 你享受是否自然会放松 享受的时候 那些重担会释放 那 喜悦也都和感激有关 所以这三个有关联 这两个有关联的 这三个总括 就是因为 在神里面 那么多好恩典 所以我没有重担 所以我可以放松 可以享受 而享受可以说是最高峰的 享受是这三个最高峰的 没有重担 没有重担是否一定享受呢 不是一定的 没有重担 没有重担通常 享受就包括放松 所以这三个总括就是 enjoy 享受 而这两个总括呢 感激 然后你会喜悦 所以你记得ED 享受和喜悦神 那你就 亲近神的时候 我就感激神 我就享受神 因为你记五药 可能记不到 那你记 我感激神 我就享受神 我很喜欢神 我就享受神 就是这么简单 那用这一个方式 讨告呢 就更加能够享受 讨告和重臣得力 那 Shirley会回去再弄好些 弄好些 弄好些呢 我们弄一个JPG 现在这个都是JPG 来的 我就会传给你 你可以传给别人 那你传给别人 就给大家看到 可以这样亲近神 很简单的 我感激神 另外一个神给我的 是德性五步构 这才是五个 这才是土共面包 这个就是德性五步构 一起讲一讲 黄色字 留意 破坏性 圣经处理 亲近神 选择 那就是我留意到 咦 我有些负面思想 情绪 他有破坏性 就是想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然后呢 圣经处理 圣经话是怎样呢 遥说人 不要紧 神会给你 神是你预备的 是眼睛未能看见的 你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是最好的 那然后呢 我就在亲近神 耶稣 这两个ED是什么 感激喜悦神 然后呢 享受神 对吧 最重要记住的 就是说一次 感激神 享受神 喜悦神 和享受神 一路很喜欢神 于是就享受神 那你可以记上五样的 Great 其实都不难记的 那你就亲近神 一路亲近神的时候 神在爱我 神在照顾我 所以在享受神 又喜欢神 然后呢 就选择了 我选择 当你亲近神 你有没有发觉 容易点 会正面点 容易点开心 那你就在亲近神的时候 我选择感激 全日都流了这个状态 当遇到不同的困难 而带来有烦恼的时候呢 一路呢 就相信神一定帮我的 那就是 找出为什么这件事 这么大影响我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人家说我蠢 我这么受影响呢 是不是因为我蠢 因为我觉得我自卑 所以人家说我蠢 我就受影响 就是找出的原因 背后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时候自卑 被人骂过 所以人家一说我蠢 我就很敏感 很反抗 那我们就知道 背后 我里面受了伤害 然后呢 下面呢 就用圣经和智慧 找出处理情绪的 和事成的方法 我们要处理 不只是内心不受影响 如何处理 和亲近神不得力 不断地处理 那我现在呢 下面就讲到 如何处理 处理潜伏的情绪 医治自己 如何你 譬如你潜伏了一些 憂伤啊 自卑啊 低沉啊 如何处理呢 你每日都说 我是被神 一起读 相信自己是被神所爱 神在我们以前 受伤时 他已知道 我们受的伤害 都落在主身上 神以前 已经定义要医治我 相信神会 补偿给自己 再祷告中心灵 被圣灵医治 这几样是什么呢 相信整天都在爱我的 神在爱我的 我是被爱的 我受伤害的时候 神已经知道了 我会觉得 哎呦很惨啊 神不知道 其实神一早就知道了 我受的伤害 其实落在耶稣身上 神以前已定义要医我的 他已定义 不过时候未到 我又未懂得这样做 我现在学习了 我可以知道 有这条路了 相信神会补偿给我的 以前失去的 神会给我的 只要我以后跟随耶稣 神会给我的 在祷告中的时候 心灵就被圣灵医治 即是说 当你知道 处理方法 我讲一个例子 我自己呢 曾经小时候 我有一次 早上吃饭的时候 我用饭壳 乎饭的时候 一乎啪 饭壳断了 我就很害怕 很害怕回家被骂 我放了穴 不敢上家 我站在楼下很久 一直站在那儿 一直怕回上去骂 不过站好久 都觉得一定要回上去 结果都回上去 为什么要回上去呢 没有人问为什么 没有人问谁弄烂 没有人出声 所以没有一件事 但是这个过程 我发觉 我小时候 有很多这些故事要拍 我站在那时 就回到这个位 我把耶稣的说话宣告出来 神的说话宣告出来 在我以前很害怕的时候 其实神已经知道了 神告诉我 那时小时候的我听 我已经很爱你 我已经拯救你 我在你身边有奇妙计划 你将来祝福很多人 你不用怕 你现在怕了 将来你会被医治的 神已经定义 我会医治你 我在祈祷的时候 就代替耶稣向自己说 神已经定义医治你了 神会给你 这些以前的巨拍 将来神会给你很多恩典 很多福气 给你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将这个过程释放出来 这个做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做呢 是我曾经上过一课 一课 就是讲到心灵医治的 我上的时候 他就说 几个人一组 你谁愿意 将你的问题说出来 就其他人一路 和他祈祷 那时我就想到这个情景 那有点